大家好,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两个事情 一个呢,就是叫看图收画吧 大家看的这幅图,就是农民在收割麦子的时候 这个收割机一边在割麦子 然后另外呢,农民要开这个拖拉机 拉着水泵啊,给这个收割机扬起的这个灰尘呢 来除尘,就是这样一个画面 来给大家简单评述一下 第二个呢,就是回答这个朋友们的提问啊 有人问我呢,说这次啊 在这个中国多个省市 掀起的这个抗议 本将专的这个大学生运动呢 能不能形成新一轮的学运啊 我把这个问题呢,也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首先我们说第一个啊 我为什么看到这个画面以后啊 对我很有冲击力 因为我父亲以前给公家工作的时候呢 就是开收割机的 后面呢,改革开放以后呢 就是80年代初 然后我们家很早就买的有收割机 那就是我父亲的创业史了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上中学嘛 每年的暑期呢 都会跟着他出去收割麦子 所以我对这个画面是很有感情的 那么我看到这一幕以后啊 我都是无语了 我觉得这个中共啊 已经荒唐到这个程度 我都不知道他这个执政 现在是靠怎么支撑下去的 要领导多么温顺的老百姓 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这个收割机割麦子的时候啊 后面那个阳尘 那是没有办法处理掉的 对不对 因为你要割麦子 那要等到麦子要熟了 麦子熟了以后 你收割机在这一割呢 自然就会产生那个阳尘 实际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什么污染 那无非是尘土嘛 还有那个打碎的解感的味道嘛 让我闻起来 还有一股粮食的清香呢 那它怎么算污染物呢 那个东西就飘起来 过一会就落下去了 不像是你这个汽车尾气啊 还有化工上排出来的那种 有毒气体 它不是那样的 这是天然的东西 它怎么会有污染呢 对不对 这个照片啊 是个在河北上拍的 我不知道这个河北的干部 现在是怎么回事 也许是被中央搞怕了吧 对不对 像这个北京为了要蓝天 就关闭这个河北的工厂 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 反正是把河北整惨了 那么现在农民割个麦子 你也不愿意 我都想不到 那个污染能污染几分钟 可以说那个麦子割完以后 大概一二十分钟 那个粉尘啊 自然落地 肯定的 对不对 我从小就干那活动 干了多少年 对吧 那我还能不清楚那个情况吗 我都不知道 这些管环境的干部 或者管农业的干部 怎么会出这样的馊主意 那个洒水车的钱 是你政府出吗 对不对 你今年政府啊 说是给农民给实惠 我前天看到那个政策 我还没有吐槽呢 说今年的粮食收购价格呀 又涨了一分钱 我真想哎呀 骂脏话 对不对 农民一亩地 就算他打上一千斤粮 一斤粮涨一分钱 才涨了十块钱 十块钱 够不够这一亩地的洒水钱 对不对 你看到那个画面 你觉得很滑稽 这个收割机 在这搁着麦子 然后呢 一个人呢 开着这个小四轮突拉机 小四轮这个车厢里头呢 可能是安了一个水泵 然后还要雇一个人呢 专门对着那个收割机的尾部呢 在那喷水 你说中共就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真是这个国家的时候 就没有一点点进步 五八年的时候 能搭辆钢铁 能一亩钉 搭几十万斤粮 现在就能干出来 对着收割机 出成这种荒唐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放远全世界 谁干过 对不对 所以就是让人看了以后呀 觉得这个真是 上面下面啊 都没有救了 那么我要是农民的话 我这个地 我明年就不种了 对不对 你这不是糟蹋人吗 说的再那个啥一点 你这也是对土地的不尊敬 对粮食的不尊敬 收粮食出点灰尘 你都把它视为大敌 哎呀 我看啊 离那个饿肚子时间呀 真是不远了 所以 如果他再这样折腾 我就觉得农民也躺平算了 药没吃的 大家都没吃的 对不对 我农民我自己种一点 我自己够吃就完了 我也不花那么大的劲 种那么多地 我遭那个罪 我哥哥麦子还要自己 顾个撒水车去除尘 简直这个事啊 真是让我看了以后啊 非常的生气 那么我们再说第二件事情啊 就是以这个南京师范大学 中山学院这个事情 开始引爆了 大概就是在6月6号左右 这个事情到现在 已经闹了几天了 事情的起因呢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要把一些三本学院的 要从本科 把它们降成这个职业大专学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些学生就不愿意 学生的家长也不愿意 这个也是教育部啊 今年才出的政策 因为这种学院的形成呢 已经是十几年的时间了 它突然弄成这样的 确实学生跟家长 也是不能接受的 首先呢 上这个三本呢 学费比较贵 就是这个学生啊 在四年时间 花了大价钱 上了一个本科学院 然后现在要给大专 那么肯定是不能接受啊 从这个金钱上 从付出的感情上 跟自己付出的这个 努力上面 也是不能接受的 另外对他们这个前途来说 他们也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为什么花钱 来上这个三本学院呢 因为家长跟学生 都知道中国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要考公务员呀 必须要有本科学历 那么现在在中国 什么岗位最吃香 对不对 就是公务员系列 那么杭州 一个看厕所的岗位 都有几十个本科毕业生 来报考这个岗位 那么他们看中的是啥 看中的是他这个编制 对不对 所以那么多人 花了这个钱 来拿这个本科学历 就是奔着那个前途去的 那么你把这个学历 降为大专以后 就可以说 把他们这条路给堵了 所以他们才有闹的动力 现在从南京闹完以后呢 这个全国呀 大概现在有二三十个 这样的高校都在闹 这类高校据说有两百多所吧 要闹起来的话 在全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 那么他最后能不能形成学院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的 首先呢 这个是个个体事件 这个他是对某一类人的 某一类事件 所以就很难形成一个 社会的共鸣吧 就跟前面有那个 扶转军人去闹 他最后只是一个群体去闹 还曾经有卡车司机 去闹过一段时间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这种呢 他都是个别群体在闹的 得不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首先是缺少这个条件 那么像八九六四 为什么能闹起来呢 因为他是宣扬了一种 普世的东西 你像这个自由民主呀 还有这个反官倒呀 反腐败呀 对不对 那是跟每个老百姓 切身利益有关的 才能引起整个社会的共鸣 才具体了那么大的运动 所以单单这个事情啊 让我从以往的经验啊 除了像这个老兵 卡车司机 还有这个P2P爆雷这些啊 你看都没有闹成的 弄一弄就给散了 共产党对付这个 还是有点办法的 另外从现在 学生的这个心态上啊 我觉得闹成的 可能性也比较小 因为他们就是单一的诉求 而且他们不愿意 得罪共产党 不愿意得罪当今的政府 他们向这个共产党要权力 但是又不敢去反对共产党 那么共产党怎么会叛逆呢 就是现在为什么 有很多五毛战狼呢 实际就是他们这些人组成的嘛 这里头啊 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就是这个 他们自己人说的 有一些这个大学生说呢 我们要把这个情况呢 发到这个外网上面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 更多的人就说呢 千万不能发外网 发到外网上的 这个事情就严重了 那么我们看他有一个对话啊 他是这样说的 他是一名被警察锁过喉的大学生 现在含有伤在身 他给大家发了一个微信截屏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这样说的 大家好 我是昨天的学生代表 我也是昨天被锁喉 掐肋骨的那位同学 我被锁喉 掐肋骨后 我就一直不舒服 我昨天跟学校领导 方文书记反映了 没叫医生 没管我 今天上午突然站起来就很痛 已经动不了了 我跟校方反映 校方不管我 我在宿舍疼痛难忍 没办法 已经打了120 120拿好担架过来 我去医院了 以后就靠大家维权了 大家警记 我们是党的接班人 我们永远坚决拥护国家 拥护中国共产党 坚持合法合理 维护和表达诉求 这就是一个学生领袖 讲的话 就是给大家要合法 合理的去表达诉求 那么你合法 合理的表达诉求 那就是政府应该处理 党应该管你们 对不对 那你们又看到 不处理这个事情 是不是政府 打你们的人 是不是党领导的警察 对不对 你怎么到这个时候 脑袋就错乱了呢 你以为你有公民权利 对不对 你有没有 你打开你的最有效的证件 你的身份证 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对不对 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 所有的法律里头写的就是 公民有上访的权利 有保护私人财产 不受侵犯的权利 人家写的是公民 你就不是那个公民 对不对 那个法律是写给公民的 是给老外看的 你在中共的眼里呢 你就是那个居民 打的就是你 你的权利呢 就不被保护 所以呢 你自己也上网去查一查 公民跟居民的区别 不要把自己当成那个 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了 这批大学生呢 被欺负了 还要去维护这个政党 维护这个政府 那么希望这批大学生呢 通过这次的这个事件呢 能看清这个事件 能少一点五毛吧 你说对这个东西 能不能形成学育啊 我个人是不看好的 但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得到解决呢 我觉得涉及这么多人 最终也会出来一个折衷的办法 可能就是我那天在节目里头说的那个 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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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